打着货进多了低价处理的幌子 沿街兜售假冒电器的骗术 新闻已经多次报道过 可是总还是有人因为贪图便宜而上当 这不一大早合肥的张先生就吃了亏 先来看看张先生花了500块钱买到的东西 两个电磁炉一个人机造 这些东西如果在市场买的话 大概你不计要多少钱 大概应该1000多吧 这样便宜的好事怎么就给张先生摊上了呢 来那个乡车货车 下来一个人就跟我说 他说我这个货发多了 很便宜的麦克丽 张先生回忆 上午9点多 他就是在河飞市四水路上的20步桥上 被两个骗子给拦住的 但从外包装上看 张先生当时也没发现什么破绽 摊了一点小便宜 我看到包装 当时这个包装能玩好的 为了打消张先生的顾虑 对方还给他看了一张送货单 送货单也比较正规 上面还有张 等回到家里一试 张先生就傻眼了 打了个底板火 两火 干手就没了 没了以后再打 然后这个灶头 给人帮你 而这台电磁炉也是个大假牙 不仅做工粗糙 而且一开就断电 仔细一观察 记者发现 虽然这台燃气灶的外包装上 写的是樱花牌 两台电磁炉外包装 写的是九阳牌 但是这两个不同厂家 竟然留下了同一个电话号码 发现上当之后 张先生也想在附近 找到那两个骗子 可惜对方早就溜至大吉了 希望大家以我为敬 对 不要再上这个道 那以后他拉到那么多货 肯定还会去骗 常常发不出来工资来 给我推销 给我拿这个给我做工资 我现在骗一些 说卖给你 他就会 现在会说话来